相传唐朝时期 浙江嘉兴一带遭受旱灾 颗粒无收 百姓苦不堪言 只能挖野菜冲击 一日 观世音菩萨云游至此 见百姓食不果腹 民不聊生 决定救度他们 有位农夫叫胡成 遂家中贫困 老母亲常年卧病在床 但全家虔诚信佛 日子虽苦倒也过得开心 母亲该吃药了 这天胡成在自家田头挖野菜 忽然听到当的一声 丁静一看 可把他高兴坏了 太好了 母亲日日念佛 却一直没钱请佛像供奉 如今观世音菩萨显灵 可以让母亲供奉观世音菩萨像了 你在我的地里挖出了宝贝 这个金像就是我的了 金像是在我家地里挖出的 你快还我 我们两家人的地挨在一起 谁知道是从谁的地里挖出来的 现在金像在我的手里 那就是我的 胡说 这明明是我的 这是我的 这明明是我的 是你的 你叫的答应吗 胡成争吵不过 便拉着赵林去县衙见关 谁知道 这县太爷是赵林的亲戚 当场将宝像判给了赵林 他以诬告之罪 将胡成关进了监狱 今天大老爷 草民冤枉啊 赵林得意洋洋地 将宝像包好 带回了家 啊 怎么会是石头 哼 真是惠气 胡成家人 因为他的如鱼 日子过得更加坚然 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儿 他的妻子 每日以泪洗面 这一天 胡成的妻子 照例到田间挖野菜 恍惚间 他似乎见到观世音菩萨 坐在一处山崖的石头上 我刚才看到的是观世音菩萨吗 观世音菩萨 请您显灵 慈悲救度我们吧 啊 观世音菩萨显灵了 母亲 观世音菩萨显灵了 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儿 从此 他们日日 供奉叩拜 这天晚上 仙太爷正在家重看书 忽然他看到一片金光 亮得他睁不开眼 是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哎 你作为父母官 颠倒黑白 寻思枉法 将金像故意判给赵灵 这次旱灾 就是因为你们造孽太多 天怒人怨而成 无命你马上释放不成 澄清真相 今后必须清正廉洁 造福百姓 如若不改 修怪 佛法无边 嗯嗯嗯 来人 快去监牢 放了湖城 哎呀 这下可造孽了 请观世音菩萨 原谅我 我以后一定 行善积德 造福百姓 第二天 湖城曾经发出 观音像的地方 有一股泉水 行进般涌出 源源不断 大家快来看呀 这里有水了 太好了太好了 我们有救了 我们有救了 潜水灌溉了所有的农田 这一年 人们获得了大丰收 百姓安居乐业 因感念观世音菩萨 似水救命之恩 仙台也和百姓 建造了一座观音寺庙 供奉菩萨 并四处宣讲 观世音菩萨 救度百姓的故事 当地人们 纷纷改过自新 诚实守信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龙剑观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